各位蜜蜜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和大家吃一下馬場化身,看看有沒有騎練,打咪,和大家速報速報 有個重要消息,第二場賽事,霍利時那一隻叫做地通拿的馬 現在說退出了,補上的馬匹就是姚本輝的同盟力量 大家要注意一下,因為地通拿近這兩戰都能夠入Q,千萬不要填錯號碼 第二場地通拿退出,由同盟力量補上,同盟力量的騎師就是我們的周俊諾同學來拆騎 再複述多次,第四場又是霍利時的睡眠攻略,回馬房睡覺 由那隻叫做大舊飯的跑得寶寶補上,騎師就由我們入法蘭西騎師就巴道來拆騎 希望各位就星期日贏多些 各位支持雷文的朋友,可以看片支持,按下手指公給一下讚 免費訂閱雷文的頻道,讓我雷文可以為大家提供一些實用的賽馬資訊 另外,影片可以聽長一點,有告白的 可以讓他播一陣,按進去看看產品是否漂亮 去曲線支持雷文頻道 多謝各位合作,希望各位贏多些 今天有兩隻馬的拼咪,都是由我們潘頓萬人迷騎師來拆騎 看看這兩隻馬,在潘頓的手上 希望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瘋狂車輪邊的潘頓 潘頓上星期三,雖然有些馬騎得比較差一點 但是他都憑著,阿蓉天鵬那隻叫做威妙星 以及那隻瘋狂車輪邊的騰龍超影 就弄了一口,孖寶歎一下 明天10場馬,有9場,潘先生都有馬上陣 再加上近排那些馬的賽職也是很好 看看潘先生可不可以在餘下的季尾 繼續交到好成績 潘七先生收粗拼咪 經過傳媒朋友跟他聊聊 他出自瀋雜誠 即是他今季最好拍檔的馬房 那隻叫做菲倫閃耀 大家都記得這隻是一隻參加四歲馬系列的賽事馬 以及出自他也是一個很好拍檔 尤其是諾班就找潘頓的賀賢馬房 那隻叫做勝利才子 也是一隻屬於三場都入位的馬 但是還未開到齋 看看這兩隻馬 潘先生怎麼說呢 他覺得這兩隻馬的機會都是樂觀的 出自瀋雜城這隻飛輪閃耀 在四歲賽的系列 對著一些很硬的對手 人家打算參加國際賽 拿不到一些公職回來 上次回到二班上陣 又頂不住今季一隻大熟大勇出自賽 愛浩漢那隻叫做喜進駒 只能夠跑到一條Q 今次這隻飛輪閃耀又再跑同程 聽聽我們潘頓怎樣說這隻飛輪閃耀 以及他對飛輪閃耀 上次突然擺得這麼前來走 回來輸了頸 有什麼看法呢 潘頓就這樣說 希望這位是正氣車輪邊 潘頓說 他說飛輪閃耀剛剛對上果劑 輸了回來 根本就不是 改了用一個主動的方式 去發揮飛輪閃耀有關的 不關我改的跑法 他說這隻馬其實算上來 全程走勢飛輪閃耀都是好的 只是在直路上 跟那隻叫做喜進駒 在那裡逛逛逛逛逛的時候 就逛不過當時這隻 一樣是大熟大勇的喜進駒 大家都記得這隻喜進駒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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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若翰都很少找潘頓來騎這隻喜進駒 其實喜進駒 之前幾仗 潘頓也騎過兩次 拿到一個win 一個Q 而輸完那場之後 即是飛輪閃耀輸了給喜進駒之後 潘頓也有再騎回這隻喜進駒 剛剛那場在谷草 就博殺得第二 他就覺得這隻喜進駒 今季是一隻大熟大勇的馬來的 但是呢 比較那隻飛輪閃耀 就負磅 起進駒 背輕十二磅 所以 背重十幾磅的飛輪閃耀 可以說 根本是輸 只不過是輸了在磅位 和短兵相接 比磅位所影響 他再說 他說這隻飛輪閃耀 復了貨之後 就覺得這隻飛輪閃耀 做操練一樣都是正常的 再加上 近代潘頓先生 也都為這隻飛輪閃耀 走去做操練那塊泥閃耀 他說那塊泥閃耀 也是輕鬆可以贏到馬的 那麼 星期日 再跑回同程的千六米賽事 將會 會用一個佳泰 去對著今場的對手 他說希望 星期日的賽事 這隻飛輪閃耀 可以克服133磅 這一個重磅 希望可以贏回一場頭馬 大家都記得 這隻飛輪閃耀 唯一一場頭馬 當時 阿雷文已經提供了給大家 其實這隻馬 在香港落地了六場這麼多 除了一場 在四歲賽系列 二千米的賽事 不知道是不是對他來說 比較長 跑過第七輸兩個多馬位之外 其實這隻馬 跑到一個第一 一個第二 兩個第三 一個第五 除了一場跑第七 全部都有獎金名次 再加上這一系馬 好像飛輪閃耀 阿雷文也和大家提供過 中過冷門的杭州飛輪 這兩隻馬 都可以說得說 其實馬主 都差不多可以說是逢出必拼的 看看今場這隻飛輪閃耀 就做了功夫 試了泥閃 但是又遇到潘頓 整天琴來琴去 那隻叫做喜進驅 阿雷文經常都說 希望馬會可以重新考慮 這個主席制度 一個騎士 尤其是這隻 尤其是那隻 好像去打麻雀 又脫下馬房有什麼牌 又看看你是耳朵底 還是吸手煙 這裏脫下那裏脫下 經常跟那些人溝溝通通 希望這場賽事 飛輪閃耀 就像潘頓所說 可以克服到133磅 這也是頗準的馬 不過今場的對手 港馬都要跑對手 好像喜進驅 甚至乎聲運指著 轉了馬房的真妙星 以及審集成另一隻叫快億線的馬 也是一隻頗準的馬 這場馬對手認真不少 尤其是羅夫泉 還有一些路路繩 看看這隻飛輪閃耀 是否可以克服到133磅 四水賽系列 就斷雨而歸 回來二班賽 可不可以爭取佳職 講開又講 講到 潘頓一打咪 當然是打咪 明天其中一隻 相信也是很受馬迷注目 那一隻就是第七場 四班千二米 就是這隻勝利才子 這隻勝利才子 這一文都有故事 講一下 第一場 我記得他下來香港試襲的時候 曾經很快活谷 又試過襲 又可以放在前面走 又試過後追 即是未落地之前 曾經試過擺頭走 潘頓一早就試好襲 但是到出賽的時候 變成是世潘 火車潘去騎 我還記得那一場火車潘去騎的 勝利才子 當日就撿了個大外檔 怎麼放啊大哥 合不合數 既然是這樣 不如縮住來衝 誰知當日 潘頓一早試好襲 沒有騎 被火車搬騎 當日突然走去擺頭走 然後就被勝利才子後上 而這隻名牌效應 更加在那場被人問 為何要擺頭走 即是潘頓 名牌效應突然放頭 拉快步速 他試過襲的勝利才子 執外檔流後衝上來 不過 惡人自有惡人磨 輸了給那隻 文家梁那隻 實力暫時未見底的 叫做好運寶馬 故事就講到這裏 跟著這隻勝利才子 再出一張 又守住位置 放前些走 由梁家進拆騎 後來就跑到一個緊頸四 不過那個緊頸四 其實跟那些二三四 即是二三四名那三隻 真是很短兵相接的 就被那隻後上的聰聰精彩 哄一聲就過了 跟著 輾轉反則 切夜難眠之下 到上一場 又找回曾經一早幫他做好功夫的 潘先生 其實這隻勝利才子 當日 雷文還記得這隻勝利才子 之前更加帶過CP1 走去試貨泥閘 表現真的很好 但是呢 到出賽的時候 誰知遇到賽神仙 當日 頭場就贏那隻灰馬仔 冷馬 跟著乘落去神之水敵 以及乘落去 我記得那隻叫速遞奇兵 人家又肩負重任 那隻神之水敵 以一個兵不血刃的姿態 其實那場買的補充不是很快 神之水敵 今天就上班 就贏了那隻勝利才子 勝利才子 今次就沒有了神之水敵這隻馬 當日雷文 亦都和大家在雷文事前Live 推介了兩隻馬的試襲 就是當時 137倍的那隻叫白騎士 以及87倍的藍莊精神 都有些朋友種到四重彩 出自何言的這隻勝利才子 上次終於輾轉反則 落回曾經一早試好集的潘頓手上 各族千二米 遇到神之水敵 只能跑第二 潘頓就想起 為何上場跑第二 大哥 潘頓就說 他說勝利才子 其實已經是跑得對 都沒有做錯事 他說只不過是 蔡若翰那隻神之水敵的表現 實在是 FANTASTIC 太好了 麥當勞出了一個新餐 有兩塊米飯包夾著煙肉 FANTASTIC 結果以兩個幾馬位屈居在神之水敵之後的終點 他說以神之水敵這隻馬本身的質素 贏馬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大哥說 遲早問題對一個投注者來說很重要 買早一場 買遲一場 你知不知道是一個天一個地 阿潘先生 看看明天你發揮又怎樣 他說 星期日這隻馬再跑同程的千二米 即是勝利才子 阿潘頓就好像看過了同場所有其他對手 是不是有買了一本馬經回去讀讀 他說 我看了同場 這次都沒有神之水敵這類的超班馬 他說 他覺得勝利才子 只要發揮到他本身的應有水準 再再有進步 他說 今場是足以收復前室的 他說 希望呢 就是在這一場 贏得在香港的第一場頭馬 這樣說 那麥文再跟大家看回他上一場的賽職 除了神之水敵 還有那隻勝利才子 當日這兩隻馬 真是熱到 是揹起了整個電算機 然後其他那些馬 全部都是最熱 即是再熱一點的 都是那些十幾倍的寶貝兒 日日有餘 這樣 對了 其實後面有一堆 都是屬於比較新的那些馬 來的 不如看看今次的同場對手 怎樣計算 潘頓就說 同場都再沒有神之水敵這一類分子 沒跑過的 有希斯馬房的 那隻叫做 行運有你 這隻馬斯三貨集 昨天都和大家在這文事前Live看過 三貨集 跟得守得 但是從未騎過給你看的 另外有一隻對行之星 亦都是和潘先生 識識相關馬房蘇寶羅的 上次賺了步速後上跑過第四 但是接著再去試多貨集 那貨集也是OK的 另外上場曾經有些意外 那隻叫進休自在 前坦安失車之王 左膝右膝之下 只能夠跑過第三 今次這隻就加配備 另外騎士很喜歡跑第四 連續兩次幫這隻轉倉馬 圓圓動力 幫羅富泉在泥地 圓圓動力兩場跑完第四 這隻就是潘頓放手的圓圓動力 今次用小潘 再加上 上次一轉去荒仔馬房 跑直路賽 都夠膽落飛博殺的春風得意 今次由萬人迷 莫雷拉上陣 跑回他比較手本的12米的路程 以及另外 出自蔡若漢馬房 第一場已經落飛博殺得手的龍寶寶 今次又不跑直路 又不跑谷草 而回來跑田草千二 看看這隻勝利才子 沒有了神之水滴了 看看可不可以贏回一場頭馬 希望各位贏多些 繼續多謝你們支持這名頻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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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